无明单枪匹马强闯无神绝功 要与绝无神再次一较高下 无明闲庭若步地走向绝无神 完全无视眼前的鬼刹罗 只见其随手往后挥出一道剑气 瞬间秒杀这群小喽啰 剩下的四个鬼刹罗剑撞 花莉扶哨的持刀攻向无明 依旧被无明一道剑气送走 无愧为武林神话 绝无神为什么落荒而逃呢 虽然不知绝无神为何逃走 无明还是施展轻功追了上去 跟着绝无神来到一条密道 很快将其拦了下来 可无明也在这时发现不妥 以眼前之人的武功修为 根本不可能是绝无神 假绝无神见自己被识破 索性撕掉了脸上的人皮面具 原来他是绝无神的二弟子 绝无神竟然惹人假扮自己 他究竟打什么主意 可惜你知道的太实了 你是我师父的手下败仗 在里面有机会和他一绝勾下 山东里白的青菜火药 全都是送给你的剑面礼 这便是绝无神的计划 命令二弟子将无明引入密道 利用炸药毫不费力消灭无明 再看一同闯入无神绝功的布京云 遭到了大群鬼岔罗的围攻 由于无明突然不知所踪 布京云没有把握对付绝无神 只好在无神绝功内逃窜了起来 似乎是命运的安排 布京云躲入了昔日孔慈的房间 他在房间内发现了一名女子 女子长得竟然和孔慈一模一样 女子认识布京云自称叫做丁宁 他主动打开房门令赴鬼岔罗 将鬼岔罗打发了数拳 布京云好奇丁宁为何要帮他 丁宁解释绝无神喜怒无常 要布京云带他离开无神绝功 经不住丁宁的苦苦哀求 丁宁长得又和孔慈一模一样 布京云将丁宁带到了一条密道 要丁宁从密道离开无神绝功 丁宁却以人生地不熟的理由 非要跟在布京云的身边 布京云没有办法 只好让丁宁去瑜伽村找楚楚 划分两头 一群鬼岔罗找到了一具尸体 正是绝无神的二弟子 绝无神猜测无名凶多吉少 吩咐手下加大寻找力度 一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数个时寸后 鬼岔罗来到密道深处 见到了一处发着亮光的石堆 察觉出石堆的不寻常 鬼岔罗立即将石堆团团围住 就在鬼岔罗靠近石堆时 石堆猛的炸裂开来 砸伤了周围的鬼岔罗 露出了运功疗伤的无名 无名使用剑冲废穴吸取鬼岔罗的内力 身上的伤势总算恢复了大半 画面一转 决心竟然跪在熊霸的面前 禀报聂峰的具体情况 显然熊霸早已在暗中布局 他将一瓶九转星单交给决心 让决心给聂峰伏下 这样聂峰就会成为活死人 沦为熊霸征战天下的工具 而秦双之所以替熊霸效命 就是因为伏下的九转星单 九转星单共有九颗 每月一颗区分九次伏下 每伏一次 心性就会转变 直到九颗进伏 他的心就会变得再难回头 只懂听命与我任我差遣 决心按照熊霸的吩咐 将九转星单位给了聂峰 炎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根本奈何不了决心 为了弥补对聂峰的亏欠 炎盈趁着大乱进入大牢 救出了被囚禁的第二梦 再看吴明遇见了破军 破军说出绝无神在卸甲台 布晶云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要吴明赶快去接应布晶云 吴明刚准备动身 一大群鬼刹罗便迎面袭来 吴明施展身法轻松应对 挥动剑指点在鬼刹罗的身上 这种做法让破军百思不得其解 一广敌咒进入招式对差 这样子就会延误时间 它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万剑归宗 万剑归宗 糟了 万剑归宝 前关闭